有事相即正如 故如实就是如如 如实安住 竟精刚精致如如不动也 如如不动这个意思很深 不是说我们一般不动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心不动 念头不动 你看 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 那叫如如 那叫不动 众生有感 他自然就有印 印的时候有动 印的时候就现身 说法了 释迦牟尼佛 印化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三千年前 他事先给我们看 注释八十年 中国人将许事也八十年 八十年他哪一天没动呢 天天都在动作 每一天日常生活 教许 教许 脱步 解答 一切人的疑难 杂真 每一天有多少人 去看他 向他请教 福慈悲 来这不惧 去这不留 福到这个世界来 不为别的 就是为帮助众生 利库德鲁玛 他所使用的方法 就是破灭开悟 所以 身一行 身就动了 眼交 口就说了 哪有不动呢 其实他真的不动 我们看到他动 实际上他没动 他如如不动 所以世贞曾经说 般若精神家的 他一生 没有说过一个字 如果有人说佛说法 那叫傍佛 他从政破定 他明明是有动 怎么说不动 他真的没动 他没起先 没动念 他实现什么 他夜深 没说一个字 我们说话 是通过思考的 有说 他说话 没有通过思考 而且还没有通过 起先动念 完全是感应 众生有感 自然就有印 这一桩事情 佛在经上有比喻 比如你敲钟 大扣在大明 小扣在小明 不扣在不明 你敲钟的时候 钟响了 回应是响了 那个钟有意识吗 哦 你敲得重 我想重一点 他有没有这样想法 他没有 所以叫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行而无行 无行而行 这个意思太深了 只有法身菩萨知道 一般人 那你会知道 大臣经上 我们常常看到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那个定 就是如如不等 那且是比喻 那且是什么呢 龙像 龙 我们没见过 像看见过 你仔细去观察像 你看那个像的态度 站着也好 走着也好 蹲着也好 都像在定中的样子 不慌不张 慢吞吞的 就像在定中 用这个比喻 行柱坐窝 都在定中 换一句话说 行柱坐窝 都是如如不等 我们凡夫看不出来 事实确实如此 他的心情节 丝毫然无都没有 丝毫的念头 都没有 有念头 就有染污 有染污 就有波动的现象 他就动 没有染污 哪来的波动现象 所以 他们映画在舍法界 全是感应 发而若实 你跟他在一起 有说有笑 他怎么样教你 解释 他从 他真的没懂 给你说了许多话 说而无说 替你办了很多事 无作而作 坐而无作 这叫得踏自在 这叫真邂途 管用的 不是不管用 用处可大了 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只能用不可思议 去形容他 如如不动 不是凡夫境界 阿罗汉 得到少分 有一点这个样子 不是真的 菩萨 得到的是多分 明信 见信 见信 成佛了 才真的 语言满的 如如不动 在极乐世界 凡是往生的人 都入这个境界了 待业往生 一瓶烦恼没断 不要紧 到西方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本运 微神 加持 你就得到了 你每天坐在 阿弥陀佛 讲堂 听进 听阿弥陀佛 说法 同时 你可以化 无量 无边身 到十方世界 去供养佛 听佛说话 开智慧 自己这个身 又没有离开 世间 没有离开 阿弥陀佛 在阿弥陀佛 面前 无量的 分身 出去了 如如不动 修福修慧